有請檢市長 陳委員 老長好 我想有關今天提的兩個修正案 本席是支持 潘孟安及民進黨黨團對 莫拉克颱風重建特別條例 十七條的修正 我想這個部分內政部 我們也支持 也是支持的 我想也肯定民進黨黨團 苦迷所苦 及迷所及 所提的這樣修正案 另外兩個修正案 我想政治獻金 這應該是延期 這兩次的嫌棘 可能有一些因素 所以我想民進黨黨團才會提 不只民進黨黨團 國民黨也有很多候選人 也遭受條例的問題 我想 內政部在做這樣的一個條例 應該要回收 如何去說服 我想我們同仁 在 如果說人家 要監你錢的時候 你要問說 公司有了解嗎 要這樣接受 或者是說要如何去宣導 應該從那個基本面去走 好 我也想請檢市長 認定方式跟查證方式 有沒有一套標準 以前是要查證有困難 那 後來在上一次修正的時候 在我們第七條的 第四項 有提到 已經把它全者 劃分清楚 屬於哪一個單位 屬於哪一種的由誰來負責 就負責宗教團體 跟政黨政治團體這個部分 由我們內政部查處 那有關於企業方面的 那就像經濟部 它有一個分工 所以這個目前像我們內政部的部分 我想這部分的查證也都沒有什麼困難 現在內政部沒有問題 那經濟部有沒有問題 那其他的 沒有問題 那沒有問題是你說沒有問題 那我們大家都覺得有問題 如果要給你錢 那你公司有錢嗎 要怎麼做 因為現在我們經濟部 就是接受各個政黨或政治團體 或者參選人 他會跟我們要求說查證這一塊 那我們基本上來講 這個部分公司行好的財務報表 這邊我們是沒有 所以我們跟財政部的財稅資料中心來查詢 透過行政協助這個部分來 像我們現在查查會選 那法務部啦 檢察長啦 檢政署啦 有關治安機關都會說你不要會選 相對的 我想候選人應該要了解 政治先進法的精神 比如說 連民進黨黨團的主席都說 我們誠意過高 執行有問題 執行如果沒有問題 就不會誠意過高啦 那當然要去做先導 讓任何一個候選人都很清楚了解 政治先進法它是一個很嚴謹的 而且也保障一個政黨 在政治過程的競爭的公平 所以我不講 不只內政部啦 經濟部還有監察院 都要很清楚的告訴 就像金安彦最近也不錯啊 你要去那個產生申報啊 他會來跟你說明 不要說等他報了以後 然後又要被罰錢 對 那是不是就是說 初期的這種先導 或者說全國都知道 政治先進法它嚴謹的態度 那我們要準備好啊 待會喬一吹 然後這兩個案 法令可能就通過了 可是那個政治先進法 整個精神就破滅了 我們要提倡說 陽光法案 要透明化 就像我們很多委員啊 吃人家嘴軟啊 拿人家手短啊 我們也希望說 建構一個完整的遊戲規則 跟公平的態度 但是 就在內管 夜管的部門啊 自己要有一套態度要出來 這裡面大概兩個部分 一個是捐贈者的企業 一個是 兩邊要過激了 兩邊要負一點責任 市長你主管這個部門 應該要給夜管的 軍事部啊 檢察院啊 這個部分 如何用一種先導 或者在公開的媒體上 怎麼去讓候選人很清楚的 或者讓候選人去問說 你公司有了解嗎 這很奇怪 那我再請問你 這是我長期來的 疑問啊 這二十年 那個政黨 像國民黨的候選人 或者民進黨候選人 他們那個是政黨提名的 那到底他 有了兩百萬 有了三百萬 有了五百 有了一千 那到底是什麼選選 他有沒有規範啊 目前政黨 政黨 贊助 這個候選人 目前法律 沒有 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不可 這樣也很奇怪 他可以給三百 五百 還有一千 大選期 小選期 是不是很奇怪 我知道 這個部分 目前我們華麗並沒有規範 因為世界各國的政黨 對於候選人的資助 目前 他可以幫他募款等等相關事件 這些目前 都沒有規範 包括其他國家也沒有規範到這個規範 他也有一套標準 沒有 都沒有 沒有 沒有 這是先進國家的 立法律也找不到這樣的立法律 所以政黨對於候選人的資助的經費 沒有 他應該回歸到監察院應該有他的監柱 就是他的監柱的這個 款項應該有吧 比如我要給他五百萬 我要給他一千萬 監察院請監察院 我們那個 候選人齁 候選人接受到監柱一定要 誠實申報 來多少錢應該要紀錄 那這個部分政黨他們有 有做這樣的一個紀錄嗎 報告陳委員 有關政治獻金法裡面的規定的話 政黨對於候選人的監柱 目前是沒有上限規定 沒有上限規定 只要誠實的紀錄 申報就可以 只要誠實紀錄 對 那你們在監察院當時候選人應該 選完以後都會去做接報嗎 對對對 那這個部分 如果不誠實 會多次誠實嗎 目前我們查到的是有關政黨對 對這個候選人是沒有查到有不誠實 我覺得這要查一查 是 這要查一查 那差很多 落差很多 因為私底下 現在喔 我們講馬總統 都在報 都在報 他也不知道 他到底向開 向開也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在政黨這個區塊 如果高到一個 連政黨都有這樣的模糊地帶 我們去追受一個一百兩百萬的這種企業見證 我覺得很奇怪 那也很奇怪 所以監察院在這個區塊 我想今年就開始了 今年在這個 我請你 去看那個政黨 監柱候選人的 他們 是不是要去查看看 是不是有落實 因為我聽得太多了 為三百萬 為五百萬 為一千萬 為五千 到底是什麼狀況 這太不公平了 太不公平 可能小黨沒錢 我還會去注意到這個區塊 尤其那個 像國民黨那個黨團 其實那個黨產 我怕死人 那嚇到嚇死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今年 我請你 請你幫忙 來協助 因為那個落差太大 我們來追究一些 一般企業的見證 然後黨團的見證 開玩笑 太可怕了 請次長 這個部分 如果要做的話 除非立法 因為目前法沒有規定 但是他可以查政黨那個部分 政黨的財產 比如說他支持那個部分 我這次要回收到監察院 他有沒有誠實申報 你花多少錢 到底是怎樣 那如果不死 我覺得都可以查得到的 好 謝謝次長 謝謝 好 謝謝